- 生命犯的家伙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看是《初爱奇迹》的第22章 在22章里面他讲了蛮多的不可怎么样做 不可怎么样做 那我们今天想看的是21节 21节他讲到 不可亏复寄居的 也不可欺压他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也做过寄居的 他在这里讲到的寄居 不可亏复 那个亏复的翻译本 原文的意思 亏复指的是压迫 二代他们 那个寄居指的是临时的居民 或者是外国的人 欺压指的是寄 压或者压迫 我在原文指的是这些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 广义的话 我觉得我们更多的讲到 一些外籍新娘 或者是外籍配偶等等 我们要不要欺压他们 不可亏复他们 我觉得更多的我想到是 在我们的高雄 或者在你的所属的地方 是不是有一些外来的学生 外来的一些工作的人员 他们在这个地方 他们事实上 如同这样的一个寄居者 他们没有家人 没有亲友 在这里 我们愿不愿意 常常的去 多做一里路 为他们做一些食物 为他们 关心他们 关怀他们 请他们吃个饭等等 真的可以把爱给出去 我想到一些弟兄们 他们常年喜欢在外面 骑车跑来跑去 这些都是你可以关心 带领 照顾他们的 所以我想奉耶稣的名 祝福每一位 真的让我们的心 以耶稣基督的心 为心 以耶稣基督的爱 心 我们就把爱给出去 所以我要奉主的名 祝福每一个人 真的在这个季节 你可以把爱 更多的给 关心你身边的人 甚至于关心 那些你只是一面之缘 或者有个机会 他来到教会 来到你身边 你知道他是外地来的 你愿意多爱他 照料他 关心他 给他爱吗 奉主的名 来祝福你 Amen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